这是我见过最真实的荒野球生 一男一女凭着一条小鱼 在以外挨饿了18天 最终妹子被抬进了坟墓 留下的嗨老因为无法生活 被节目组劝退回家 本期女主珊姆 29岁离婚带两个娃的少妇 年纪虽然不大但看着很老 长得不漂亮壮的像头牛 本期男主是亚当 同样是29岁 是森林的项目管理员 三个月前刚结婚 现在来挑战荒野球 主要是为了弥补家幼 平时在家里学过一些求生知识 希望能对这次求生有一些帮助 金刚罗里来到后 就开始嘎嘎脱衣服 很明显他是想来给孩子 找个大冤种父亲 亚当刚结婚就来和别的女人拍综艺 这些外国老的思想 我真的无法理解 第一次罗跑他也感觉非常不习惯 但十万奖金真的很多 不罗跑压根不好意思呢 两人在大草原上见面 金刚罗里瞬间变得小鸟依人 一改往日雄风变成软弱的潘金莲 亚当还傻傻的看不透 殊不知眼前这女人一拳能撸死一头老虎 节目组提供一个祖传铁锅 亚当带了一个打火棒 金刚罗里带了一把斧头 他奶奶个腿的 毛发是真的浓密 亚当看到后表情也严肃了 他只希望能平衡度过这21天 他们需要徒步7公里到达目的地 地图上标注着有野猪的位置 山姆打算制作长矛狩猎猎猪 反正亚当已经害怕了 而金刚罗里反而很开心 这罗里真的太能装了 开局第一天 他们边聊边走 这一路上都在吹自己求生有多厉害 在路上他们看到一坨粪便 这意味着附近有很多动物出现 亚当已经开始表示害怕 我已经是明白了 这是一个金刚芭比和娘炮组合 还没走到目的地 天空就已经开始下雨 他们在路上看到一些浆果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浆果应该是他们最容易获取到的食物 他们打算在这里附近搭建庇护所 刚好有一片杂林 但这里周围非常潮湿 他们决定在这里搭建庇护所 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 他们很快就搭建出庇护所的框架 但这样的庇护所并不防雨 只能勉强让自己有敌方睡而已 他们还收起了不少木柴 亚当想在这潮湿的环境生活取暖 这火要是升不起来 晚上估计会被金刚芭比弄死 他非常担心晚上队友猛兽现身 五点多的时候两人在生火 但这里非常潮湿 有火花就是不着火 古男寡女想取火意过放屁 晚上他们就躲在庇护所里休息 这样的庇护所睡着肯定不舒服 庇护所外面出现一头黑熊 亚当吓得敲响铁锅 黑熊并不知道是那个海老发出的 第二天一早亚当就尝试生火 金刚觉得昨晚非常冷 但他们昨晚什么都没有做 很显然这让他非常失望 反正亚当一心想生火取暖 而金刚一心想做运动 今天天空依旧下着小雨 亚当冒着与外出寻找干燥的生火龙 这样的天气像生活比登天还暖 下雨天的晚上会很冷 金刚罗莉一直躲在庇护所里装少女 生火全靠亚当 他把背包背包撕开作为火龙 亚当也是守卫将背包作为火龙的选手 他充分利用了座位的资源 在庇护所门口设置一个火坑 他想把火放在这里 这样晚上就不会觉得冷了 两人在草地上尝试生火 金刚罗莉看着就像软弱的潘金莲 好不容易有点火焰 但很快又熄灭了 经过多次失败 他们都感觉希望了 只好不断寻找干燥的火龙 亚当走后金刚开始尝试自己生活 他不断使用打火棒刮下火星 一下子就点燃了 他把火拿回庇护所 有了火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最起码晚上可以暖和很多 睡觉也会舒服很多 金刚罗莉看着非常虚弱 这样的状态怎么一拳打死一头野猪呢 有火之后他们要忙着收集木柴 附近非常潮湿 他们也有了搬家的想法 寻找一个干燥的位置 他们打算在这里搭建一个新的庇护所 对于他们来说 庇护所的屋顶永远比床重要 难道就不会一个人搭建庇护所 一个人搭建一张床吗 吃饱睡好才能生存的更久 很快他们就搭建出了一个庇护所 竟然是分开的 这就意味着他们每天必须自己睡 很明显亚当是知道 眼前的金刚罗莉是潘金莲 今天的晚餐是一锅水 有火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第三天一早 他们感觉昨晚睡得非常舒服 目前他们有火有水 唯一缺的就是食物 金刚罗莉一早打算去寻找食物 他们开始探索附近 罗莉的主动让亚当觉得非常感动 没想到一个弱女子会主动为自己找食物 这种被照顾的感觉他很喜欢 亚当在附近找到一些野果 这些果子能够让他们维持基本生命 焦滴滴的罗莉在草地上寻找 就这样的状态狩猎空气还好 逛了一圈并没有发现什么 他进入丛林里 在地上发现一坨粪便 难道是想捡回去给亚当吃吗 他在这里闻到强烈的野猪味 如果能抓到一头野猪就爽了 这里确实出现非常多野猪 只要你有点能力 基本都会实现烤肉自由 罗莉也发现了野猪拱白菜 他蹲在地上假装白菜 但野猪并不喜欢它 他只好主动出击 拿着一条木棍 就想要去偷袭野猪 他刚走过去 小野猪察觉危险撒腿就跑 就这样也想抓到野猪 真是做梦 狩猎失败的他 一时间不知道干嘛了 时间来到第四天 罗莉每天都来这里等待野猪出现 即使出现又怎样 在你面前你都抓不了它 他在地上发现蚂蚱 直接抓了一个塞进嘴里 蚂蚱富含蛋白质 如果抓的足够多 肯定能当饭吃 但这样直接塞进嘴里 不怕有寄生虫嘛 亚当在家砍柴 罗莉给他带了蚂蚱零食 亚当直接生吃了 但嘴巴很快出现过敏 亚当出现不适 真的笑死我了 医生过来给他检查 亚当的喉咙发肿 已经出现了局部过敏 罗莉蹲在地上非常自责 好在并没有什么大碍 金刚罗莉给亚当送蚂蚱 不亚于潘金莲给五大狼喂药 都是想毒死对方 时间来到第六天 来之前都说自己是狩猎大神 现在每天只会狩猎阳光补充能量 聊天的时候我不明白 为什么罗莉说话 总喜欢闭着一个眼睛说话 罗莉看着日落已经开始抑郁 亚当也开始想老婆了 不知道老婆在家里和另居老王相处的好不好 在第七天晚上 他们已经被饿得头晕眼花 每天都是喝水冲击 这些菜鸟根本无法求生 在这资源丰富的环境中 连食都吃不上 时间来到第九天 他们每天都在草堆上寻找食物 狩猎陷阱不会错 一身肥肉除了喝西北风还能干嘛 嘴巴一直说着想找东西 附近的野果都被他们耗光了 除了吃野果根本找不到其他食物 实在饿到不行了 才开始制作狩猎陷阱 但是他们并没有这种狩猎经验 只是简单的做了一个东西出来 时间来到第十一天 亚当去检查狩猎陷阱 陷阱已经被触发 但是并没有抓到东西 在第十三天的时候 他们还在找野果吃 金刚也变成了软狮子 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些香果 这些香果能维持他们几天的伙食 他们在探索的时候 发现地上有一只死去的大鸟 似乎死了并不久 亚当不相信健康的鸟会从天上掉下来 反正萝莉就是想吃 他们猜测应该是昨晚冷死的 萝莉看着没什么多大问题 反正到手的肉他不想放弃 直接开始处理起来 他认为只要煮熟了 是都是能吃的 处理好鸟之后就开始烧烤 亚当削一条木棍当烤架 而萝莉直接把它放在木炭上了 不一会鸟就烤干了 他们终于吃上一顿肉 虽然没法吃饱 但是有肉下肚子的感觉真好 在第十五天的时候 萝莉的状态开始不行 他们要必须继续补充蛋白质 亚当制作鱼龙捕鱼 但是没有诱饵是很难成功的 他们把制作好的鱼龙 直接放入水里 接下来就等道具组放食物了 时间来到第十六天 亚当一早来到岸边检查鱼龙 还真被他们抓到了一些鱼 虽然是一条小鱼 但也够他们吃一顿早餐了 如果每天都能抓到一条这样的小鱼 那肯定能成功撑到第二十一天 这条鱼太小 他们打算用来炖汤喝 一条小鱼一锅水 就是今天的早餐 亚当非常希望这条鱼 能给自己补充能量 很快他们就炖好鱼汤了 他们用筷子夹起鱼肉 吃着是非常美味 吃完后感觉真的好了很多 亚当感觉自己的生存技能得到了提升 在第十七天的时候 天空下起了大雨 他们躲在壁虎锁里瑟瑟发抖 罗莉希望这场雨不要持续太久 他们在壁虎锁里收集了很多木柴 短时间并不用担心 晚上的时候 他们感觉非常寒冷 罗莉蜷缩蹲在地上 半夜雨越下越大 罗莉用电话呼叫了医生 他感觉自己不舒服 医生半夜来给他检查身体 但外国医生是非常奇葩的 只要人还没死 生命体证检查就是正常 距离日出还有六个小时 罗莉被冷得瑟瑟发抖 半夜雨一直在下 大火也熄灭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 罗莉被隔热袋包裹住 亚当呼喊他都没有回应 亚当被吓得赶紧抱住他 目前他已经处于低温状态 医生过来给他检查身体 罗莉感觉胃里什么都没有了 医生给他检查血压 他被冻得瑟瑟发抖 医生看着他像个湿水老鼠一样 叫他也没有回应 最后因为身体状态被强制退赛 金刚罗莉被人抬出去 真的笑死我了 第一次看见求生被人抬走 罗莉被第一时间送去医院 他躺在车上已经翻白眼 亚当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态 希望他别死吧 死不死我不知道 反正就知道他在抢救中了 火堆已经熄灭 天空还在持续下雨 天气只会越来越冷 亚当接下来的生活会非常困难 他在庇护所里尝试重新生活 这下雨天生活非常困难 他也开始感觉到绝望了 这里的环境非常潮湿 罗莉在抢救 大雨全部落下 亚当在淋雨 他看着眼前的天气 一点办法都没有 除了在这里硬扛着 根本不敢发一点脾气 寒冷刺骨浑身湿透 真正的大暴雨还没有来到 这只是风暴来临前的降雨 节目组考虑到亚当这个嗨老的求生能力 没有火他活不过今晚 决定劝他退出比赛 之前的挨饿就算一场教训 最终亚当选择了会家 罗莉也选择了入土为安 亚当此时的心情 就像外面的天气一样 他该用怎样的语气 怎样的语言 来表达他现在乱七八糟的心情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期待下一期嗨老的出现吧